腾讯体育8月15日训随法国队赢得俄罗斯世界杯冠军的中场球员托利索,几乎是拜仁全队最晚归队的球员。 当地时间周二下午,托利索回到拜仁塞贝那基地,为了迎接这位新科世界杯冠军,去乐部为他准备了一份特殊礼物——大力神杯蛋糕。 当地时间周二下午,托利索回队后,看到大力神杯蛋糕喜笑颜看,因为8月3日是他的24岁生育,拜仁一方面祝他夺得世界杯冠军,一方面也算为他送上迟到的生日祝福。 接蛋糕前,托利索用了女合法与许愿,大意是,我希望赢得了欧冠冠军。 周二上午,托利索就已经回归球队一起合列,这也是他第一次在金帅克尔齐麾下训练。 托利索高兴的说,现在我将第一次认识新的教练团队的新队友,能够再次见到熟悉的老面孔我也非常高兴。 一年前,托利索已创败人队史记录的4150万欧元身家加盟。 对于自己在败人的第二个赛季,24岁的法国中场有不少计划,像往常一样,每个赛季我都想赢的一切。 本赛季,我最重要的目标是杯赛,因为拥有这样一支优秀的队伍,我们有能力赢的一切。 这也是我坚持的目标。 但是,周三晚对磊汉堡的热身赛,托利索不会出场。 牛牛非安的脸则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子媒体。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